记者刘丽人台北报道,民事下架风暴扩大,178万凯博及台股体系用户,后天恐看不到民事,涵盖区域遍及全台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,NCC,今天,8日,邀及民事,凯博,台股,大兴店民主,平南等业者调处,但民事缺席,让NCC官员傻眼, 明天还会继续调处民事与凯博及台股体系,双方因为授权费谈不笼引发的争议,凯博旗下12家有限电视系统台约110万收市户,台股旗下5家系统台约57万户,加上独立系统台大兴店民主4万7千户,平南6万户,共约178万户,迄今都尚未取得民事10日之后的临时授权, 供前述有限电视系统业者可以在有限电视频道播出,10日凌晨0时之前,如果民事如果不愿提供临时授权, 前述有限电视业者控将笔照TBC,台湾宽频通讯, 做法,将民事新闻台下架,避免侵权,争议原因为民事公司取年底将民事新闻台,民事第一台及民事台湾台三频道包括贩售,希望系统台一次买三台的播出授权, 但TBC,台湾宽频通讯,所属南桃源,北市,信河,集园,群建等五家系统台只想买收视率高的民事新闻台, 双方经历数月谈判破裂,日前寻求NCC介入调处,5月3日临时授权到期,仍未谈出结果, 4日凌晨0时开始,TBC将民事新闻台下架,桃源,台中,新竹,苗栗地区约76万TBC体系有限电视收视户, 目前还是看不到民事新闻台,MCC指责双方默示收视户权益,强调协商期间业者不得出现下架, 断讯等损害定户权益情势,TBC部分,一有限广播电视法第63条,处新台币6万元罚款, 并令其限期改正,并按次处罚,直到改善为止,否则注销执照, 民事则已为新广播电视法第61条规定即警告,并按次处罚,直到改善为止。 但继TBC之后,开播,台固等系统台也因相同情况可能将民事新闻台下架,影响范围更大, 用户数量更多,开播共12家系统台,包括金频道,大安文山, 杨明山,新台北,全联,新唐城,北桃园,新竹镇道, 丰盟,新频道,南天,观生,台固五家系统台,包括, 永家月,红树林,观天下,奉信,联合。 哦 感谢观看